不管是卫福部基隆医院还是基隆长医院急诊区外总是站满了民众 里面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小孩焦急的等待 为了提供可能确诊儿童分流看诊服务 基隆市政府与基隆长医医院卫福部基隆医院及三种基隆分院合作 开设儿童绿色通道 提供儿童独立看诊快速通道服务 这一次的一个疫情其实跟感冒的症状都很像 那家长们一定也会担心说自己的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有罹患到这样子的COVID-19的确诊情况 所以对于比如说一般的感冒会呈现的流鼻水啊 咳嗽发烧你很难去判断 所以家长也会很担心自己的小孩是不是感染到了 那我们也看到目前在医院不管是在急诊或者是门诊 都有很焦急的父母亲在那里想要为感冒的小朋友 可能寻求医生能够去做一些的诊治 那也因此我们会必须跟大家各位家长在提醒 在医院本来儿科跟成人的部分就是分开来 所以假设小朋友有出现疑似感冒的症状 当你难以去辨别他是不是感染到COVID-19的时候 其实可以利用手中的快筛试剂 先帮小朋友做快筛 那如果小朋友他是一个比较年幼的 你可能家长也害怕或者是不敢去帮他执行快筛的情况下的话 您都可以带到我们今天公布的长庚或者是部立健康医院的儿科门诊 请医师帮忙做PCR的或者是快筛的一个裁剪 其中健康长庚医院与部立健康医院更是由小儿专科医师负责看诊 并提供套餐室的挤药服务 需要让家长安心 父母亲如果觉得小孩子有一些症状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的话 首先你先利用家中的快筛试剂 如果快筛试剂做出来是阳性的话 到医院的户外筛检站 直接跟医生提这是快筛阳 我们就会有一个快速的通道 直接医生会做PCR的裁剪 那小朋友的部分就会由儿科的医师做裁剪 成人的部分会由其他专科的医师做裁剪 所以家长不用去担心说 看到好像很多人来就诊 实际上小朋友是不同的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 就用长庚医院户外防疫门诊分上下午两个时段 部立健康医院的户外筛检站 则多提供晚上六点半到九点的服务 两家医院每日分别可看着50位左右的儿童 至于三种基隆分院政隆院区 平日早上则提供给药服务 基隆市长林佑昌提醒 因为现在确诊人数多 医院医护能力吃紧 等待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请民众体谅医护人员辛劳耐心等待 如果是紧急医疗需求 则请直接联系119派救护车送急诊就医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导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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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